一针扎下 滴到市值上就能检测是否感染艾滋病 联合国报告指出 全世界不愿意接受艾滋病检测比例 男性比女性高 而且有艾滋病的人 男性不到半数接受治疗 反观女性则有六成 男性接受治疗的时间不止比女性晚 也比较容易中断疗程 因此得病后比女性早死 以萨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为例 有艾滋病的人 男性知道自己得病率比女性少两成 接受治疗的人也少了近三成 调查发现和非固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 越年长的男性使用保险套的医院越低 所以感染率越高 非洲中部和西部只有四分之一的男性病患接受治疗 让人担心的是 没有接受治疗的人是艾滋病的高危险传染群 好消息是各国防治艾滋病有成 全世界艾滋病患有近六成接受治疗 而且2010年以来艾滋病死亡率也有下降 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成效最为显著 大爱新闻黄敬艇编译 南亚的斯里兰卡遭受热带风暴